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7日 侯尔斯卡适应奥维多 周二凌晨,西已继续进行 届时侯尔斯卡将主场迎来奥维多的挑战 两队近况差距颇大 客军奥维多已经连续多战各项赛事未尝胜计 期间防守端表现令人失望 而主队侯尔斯卡近期赢多输少状态尚可 加上坐拥主场之力 侯尔斯卡近仗里应是值得看好的一方 侯尔斯卡上级在西甲征战 但由于实力与一众西甲强敌有所差距 球队最终紧击34分 无奈以二分之插牌在积分榜第18位 惨遭降班 尽管无法在西甲站稳脚跟 但侯尔斯卡的实力在西甲当中 还是有一定竞争力 新赛季前三轮联赛战罢 他们录得二胜一赴 期间攻入五球之余 还有二场保持球门不失 目前积六分的他们暂时位居积分榜中上游位置 整体表现算是过得去 攻击手J.施奥安尼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 此子前三轮联赛过后已有二球进仗 是球队进攻端的一大一仗 相信他今仗绝对是奥维多号防线的心腹大患 更为利好的是 侯尔斯卡近期主场演出相当亮眼 包括季前热身赛在内 他们已经连续多仗各项赛事主场连战连胜 可见今仗主场出击给球队增添不少争胜底气 奥维多方面 他们上季联赛表现实属一般 最终仅以吸引13名结束赛季 球队实力确实难以与人足够信心 尽管今夏积极参加友谊赛热身 但效果并不算好 在新赛季开始前的三仗友谊赛当中 奥维多未尝胜绩 期间常常都被对手攻破大门 球队表现未如理想 新赛季前三轮联赛过后 奥维多仅取得二合一副 前二轮联赛更加每场是二球 球队状态令人不敢恭维 正因开季战绩欠佳 现实手握二分的奥维多 只能位列积分榜下游位置 如果球队继续沉沦的话 接下来可能需要为保祖而战 另外 奥维多最近二次联赛对阵 好尔斯卡只得一合一副 略为落于下风 加上此番需要做客 奥维多实在不宜高估 你正在收听的是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后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